我们心里的行为很重要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和嘴巴是怎么样出来的 实际上是由你的心来控制它的 所以它和年龄财富和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拥有一颗知足的心快乐就在你身上 你如果这个人想得到快乐不是增加财富 而是你要懂得降低欲望啊 你的欲望越少你人越快乐 你财富需求的越多你越痛苦啊 看看别人好了以为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这就是根基不同 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应运而生 因为人的根气不一样 根基不一样 而随缘而生的 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懂得降低欲望 因为没有欲望的人心是非常平坦的 叫无欲自然 心如水 希望大家无欲则刚啊 也就是说一个人硬得起来 我能够支撑自己 因为我没有对别人有要求 有欲望 不所求别人 你就会变得更加坚强 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 才是人生之道啊 那是相信 moet不 кому 今天我来了 你想跟 Izvuka